有吗?有 不要骗我 来 这个礼拜 《民数记》八章到十一章 《民数记》是摩西五经的第几卷 《摩西五经》的第几卷 第四卷 创出历 名声 这是历史书 这是诗歌智慧 这是大小先知 补充的 好 这是《民数记》 《民数记》在讲什么呢? 讲他们以色列开始要出发的 在西乃山停了很久很久了 要开始出去了 所以他们成军 然后讲他们行程 重点有个征战 就是这四段 《民数记》从第1章1节 还在西乃山 一直停到什么时候 到第10章第10节 第10章第11节 就开始离开西乃山 然后有四章 几个月以后就到家底诗 然后在家底诗以后 他们派探子进去 回来 他们觉得 危险不要进去 上帝说好 你不进去就不进去 让你在家底诗这边绕绕绕绕 绕了38年 后来才让他们进去 进去呢 又绕了一个大圈进去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边就是埃及 这边就是迦南 他们要从这边直到迦南 进去就好了 但是没有 上帝让他们从埃及一直往下 走到什么 走到西乃山 知道吗 这就是出埃及记 第19章 到这里 一直停 停到出埃及记 40到40章 都还在这里 然后立位记 27章 整个27章 还是在这里 然后民述记 1到第10章 10节 还停在这里 第10章 第11节 才开始从这边离开 这是1到第10章10节 然后从这边开始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边 到加底诗巴尼亚 大概几个月 几个月以后呢 他们就派探子进去 一个从座 今天就降到地了 但是他们回来说 不好 不好合得 神的好啊 不要 让你去绕吧 绕绕绕绕绕 绕了38年 38年以后呢 又不是让他们从那边进去 让他们从这边过去 从下 绕绕绕绕ity 这个就是 明述记 上次我们也讲过了 在这个地方 1到第10章 四章是属人数 然后他们安宁的位置 然后属立位的工作 这是他们属的人数 一共60万3550个人 这是男的 男生20岁以上的 所以他们应该有200万人 这个今天等一下会讲到 这个200万人怎么在旷野座 他们在安宁的位置就是这样子 亚伦跟祭司 亚伦跟他的子孙叫做祭司在这里 其他立位的人 立位有三个儿子 他的属在这个地方 戈侠、格顺、比拉利 东边有犹大三个支派 这边有刘变的三个支派 这边有宜法年三个支派 这个是他们安宁的位置 好 接下来要算他们立位的人 十二支派 立位的人 立位的儿子有三个 格顺、格侠、比拉利 格侠的儿子有一个叫做暗南 暗南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做亚伦 一个叫做摩西 亚伦从他出去的后代 这个就是祭司 那这个立位的人其他 祭司以外 这些人就知道立位的人 好 那他们算立位的人 有两个算 一个就是算一个月以上的佗生的 算了一共有两万两千个 但是以色列人的佗生的有两万两千个 所以中间差一个两百七十几个 这是第一个算立位的人 第二个算立位的人 三十岁以上到五十岁八千多个 这是要做工作的 但是这边有提到三十岁到五十岁 等下还有一个问题出来 这是他们的工作 格顺负责这些 米拉利负责这些 板子柱子这些 那格顺负责这些圣物 这是他们的工作 接下去呢 还有一些还没出话之前 到第十章第十节 之前还有一些东西要处理 就是捷径银币 阿希尔人 县堂 才是我们讲到这里 好 这个礼拜回去以后 第八章开始 他跟他讲 亚伦你要怎样点根 要怎样点根 然后立位的人要怎样捷径 这是他们的灯七个字 这是他们的灯 要怎样点 然后在捷径立位的人 你可以去看那个 立位纪第八章 是对祭司要怎么做的 这边呢 是立位的人要怎么做 比如说这一次的立位的人 他会讲你要怎样捷径呢 你要谈那个除醉水 要怎样 那个瓜 他是瓜毛 然后衣服怎么洗衣 然后把他当成了解 这是立位的人 因为祭司跟立位的人 是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的 所以一定要捷径 祭司要成圣 立位的人是帮助祭司的 他们一定要捷径 整个祭司跟立位的人 才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 好 二十八章 八章有讲 耶和华说 立位的人 二十五岁就要来 那五十岁就要退 不能够再办事情了 刚好不是讲他三十岁到五十岁吗 这为什么变成二十五岁了 这个二十五岁看起来是因为 叫他们进来实习 实习五年以后 正式工作是三十岁 五十岁呢 所以表示要做什么 这二十年才能够退休 这是立位的人的工作 好 第九章呢 他们已经出来一年多了 还没有再守御夜节 所以来你们要一月十四号 准备好 要守御夜节 这是第二次的御夜节 第二次 圣经提到的第二次的御夜节 好 这个就是他们要出埃节的时候 不是那个晚上守御夜节吗 然后晚上就出去了 他就出来一起了 一月十四 然后这边就到许的旷野了 三月就是两个月了 抵达西乃山 然后这边就一直停在那边 停到这边一月一号 会务已经立起来了 所以神说来 一月十四号守御夜节 好 他们就守御夜节 但是呢 有一些人刚好怎么样呢 不能够守御夜节 因为你要知道 他们碰到死 家里有人死掉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碰到死尸 是不洁净的 是不能够守的 所以这些人就 跑去跟摩西讲啊 哎呦 我家刚好有人死 就不能够守了吗 然后为什么就不能够 让我去现公屋呢 摩西就去问你第二次 因为我说 没关系 让你们怎样 让你们 一个月以后 二月十四 你们一月十四 补的嘛 因为一月十四 守的嘛 一个月后 二月十四 你们还是可以守的 你们用无效冰啊 苦茶 苦菜啊 和羊羔 记得羊羔的骨头 一根都不可以折断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预表耶稣 在石架上 那个本来要打断 那个耶稣的脚骨 他没有折断 好 就当然补二月十四 这边 一月十四里面 已经守过了嘛 对不对 二月十四 让你们补 那在十四之前呢 二月一号 数点人数 然后呢 二月二十号 要离开 所以二月十四 补完以后 从一个礼拜以后 就开始离开西南山 好 那整个圣经里 去查一下 你会发现 他一共提了十次 于耶稣 一共提了十次 在埃迪亚是第一次 今天这个呢 就是 旷野的第二次 然后后来呢 到迦南地 西西家 约西亚 贝鲁威尾 因为耶稣的时候 一共只有 最后一章 是第十次 圣经里面 一共只有十次 预言节 好 那他的主备要出发了 所以耶稣宝告诉他 里面做一个云号 然后他的主备要离开了 第十章 第十一节 就会离开了 这个云号呢 是在西南山 上帝给他最后一个指示 里面要做一个云号 这个云号要四十五公分长 用云子打出来的云号 这个云号要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 这个以色列人在走的时候 有什么 混条、黑条 对不对 这个云彩呢 是指示他们 停的时候 你们就要停下来 云彩走 你们就要走 对不对 所以他是起行安静的时候 但是要动了 要吹好 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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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指挥军队要动的时候 所以怎么样呢 他就讲了 来 你用一支做两支 这是要招聚会众 要叫起行的时候 会用到 来 你吹一支 他不是叫他做两支 对不对 一支的时候 吹 表示叫首领 来 聚起来 有事情 若吹得很大声 就是东边之边 刚刚不是有 东南西北安影的地方吗 东边这一堆人 要怎么样 起行 所以两支的时候 就把南边这边要起行 然后呢 要召聚众人之后 就是要吹 但是不要吹太大声 热的不一定 热的不一定 然后你在吹打扇的时候 就吹打扇一点 叫人家来 你小声就可以了 你们来 要打扇也要打扇一点 快乐的日子节 醒来 因为说也要吹 所以这个引号 就是要教他们 做这些事情 好 接下去呢 十章必时节 就开始要离开了 那你们如果不会记得 就记双十节就好了 停在信仰山 停到庆祝双十节以后 就离开了 十章十节 就开始要离开了 来 这就是一到十章十节 十章十一节开始 到第十四章 就是哪一段 就是这一段 到这样 这一段 就是十章十一节 到第十四章 好 一月十四 锁完一月节 二一号 属人数以后 让他们二十四 補完月 二月二十号 开始 就要离开 西安山 好 他们行军 现在 刚刚我讲了 两百多万人 他们行军 有次序的 来 这是他们的位置 对不对 这个是祭司 这边是三个 好 开始要出发了 要什么 云 云 灰条 滚条灰条 对不对 要先走 所以记得 对 要开始齐心了 他们就开始收东西了 帐篷 收起来 摩西 这个亚伦这些 然后这些要收起来 好 收完以后 有大 东边的 三个之外 开始走 开始走完以后 格顺 格顺 这个东西 要用那种车子 两个车子 载这些罩子 这些堆 来这边 格顺 完毕呢 放米拉利 米拉利 也过来 米拉利 就是中间的板子 柱子那些 它也是东西很重 所以要给他几部车子呢 四部车子 好 那这两个 这两个 立威家 的那个 完了以后 就是什么呢 流变 流变以后呢 就是 歌侠 歌侠这些圣物 这些 那个圣殿里面那些东西 就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以后人 这个 这个是不能够用车子的哦 这些圣殿的东西 要用卡的 然后呢 以后人 然后 蛋 好 这就是他们整个队伍 两百多万人 就是这种队伍 好 那在这个当中呢 每次 约会 要往前走的时候呢 某医就要讲 耶和我啊 求你兴起 愿你的仇敌赐 愿你恨你的仇敌赐 愿你恨你的仇敌赌 好 那 那一位停下来的话呢 他就要讲 耶和我啊 求你回到以色列当中 这是他们 整个队伍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这边也会 这边 这边是那个 第一大队 然后叫做犹大 然后这边 这样子 好 那来 两百万人 是否在旷野走 有的一定会访问 两百多万人 可以在旷野那样子走吗 你们大家都很想讲 用科学的算法 对不对 来我算给你们看 来 假设这是他们的队 行进队 那 每一台 一台 恒的哦 这个队伍要往前走 一百 一百个人 这样子 一百个人 这样子的话呢 两百万人 要两万牌 两万牌 每一排一百个人 会两万牌 来 排一排之间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第三排排 两万牌 对不对 每一排中间 一公尺 一公尺 所以呢 两万牌的话呢 一公封多远 二十公封 这个队伍 这个队伍 从第一个人到这个 二十公尼 好 那开始走吧 一个人 一小时 把它算四公尼 四公尼 所以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开始走 走走走走 走到五小时以后呢 这个才开始到 二十公尼 这样合理吧 二十公尼 好 那 早上 开始出发 七点 第一个人 还出发的 那后面 还停在那边 到十二点 他到了以后 他怎么样 开始出发 那 他走到的时候 几点 五点 对不对 你看 所以 每天 走二十公尼 那 在后面呢 家底斯 西兰山 到家底斯巴尼亚多远 你知道吗 两百公尼 所以 摩西说 他们走十一天 那那合理吗 合理 合理 但是 其实 我们在那个 平地 这个大马路 不管你是中山路什么 或是到操场 其实这样很便宜的路 你一小时才能走四公尼 像这样子能走四公尼吗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相信 你可对你就好了 队伍是这样子 二十公尼长的队伍 这样子 就是我们前行 这是他们算出来 不是我算的 所以你怪也不要怪我 好 那第十一章开始 神就 又一次 向天敦 出外集的时候有吃过吗 他们有吃过 对不对 他们吃过一次这个 好 十一章第一节 这些众百姓发怨 又抱怨了 所以这个抱怨 听到耶和华的 耶和华是降火下来 降火下来以后 他们就去跟摩西讲 那以后 他们就说 根据摩西讲 他们就着火了 摩西就祷告 耶和华就给他停下来 所以这一次上 圣经没有写说很 烧到什么东西 要什么多严重 所以有人认为是上帝 只是要给他们修理一下 所以可能他就说 火烧到 那个 在中间烧起来 烧到边界 所以 这一次可能是不严重 只烧到一些东西 所以他们把他的地方 叫做什么 用火在那边烧起来 好 这次 什么呢 这是他们出发第三天 出发 第三天也就是第一次抱怨 他们的抱怨 我先跟他看英文 那个意思就是说 哈群 就是 开始走 他们在那边可能一年多了 在那边很舒服 一下子出来以后 他们觉得 哎呦 那我好像有点辛苦了 我们在那边不是好好的吗 为什么要出来走啊 但是这个 是这样子觉得很辛苦 有点困难的抱怨 所以这还小一点 但是接下去呢 又抱怨了 抱怨什么 抱怨说 哎呦 我们为什么要出来 我们在埃及的时候 我们不花钱 又可以吃鱼 又有黄瓜西瓜 古彩 长纳酸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叫我们出来 每次都吃什么 都吃麻 每次都吃麻 你怎么没办 有人认为麻是这种东西 所以呢 摩西听见大家在抱怨 他也生气了 摩西就不高兴 这个不高兴呢 他英文好像是这样子 很为难 很困惑 百姓也抱怨 上帝也不高兴 我中间怎么办呢 我夹在中间 他就开始 上帝啊 他也抱怨 上帝啊你为什么叫我管这些人 还要带我把他们带进去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们要吃 要都吃了 怎么办 啊 干脆我来死一死 你别来洗洗也好 我立刻死掉了 我不要管了 他也抱怨 上帝说 好麻烦去 没办法去 你去找七十个长老来 爱吃肉 我给你吃肉 看你来吃到多少 你从以色列长老 找你七十个 然后啊 我会把酱在你身上的饼分给他 你 你不想 不想当管理他 没有关系 我把你的饼分给他们 他们也帮助鸟了 来 教授智杰 一辈明天要吃肉了 不只吃一天 要吃 让你吃两天 五天 十天 让你吃到整个的 让你吃到脱色 肉会从你的鼻孔喷出来 让你吃到不想吃 好 来 他们等你们 因为你们 你们 这种动作 是在厌弃我 耶和华把他 把这些百姓的这种动作 认为在厌弃他 在台 说我把你们带出爱子 好像在 为什么 会把你们带出来 台湾都抱怨了 你们 我会看到 在厌弃16上 他们有提到 耶和华 对摩西说 我从 我将粮食降下来 我每天教他们说 我每天的量是吗 但是有人就是 不照那个规定 所以他们怎样 表示他们 我这样子吩咐 只是要看看有没有顺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他们 要吃肉 没问题 但是 你知道吗 那个 上帝就叫 那个 就飞过来 对不对 飞得低低的 让他们去抓 批银抓 批银抓 抓到 有人抓到 两千多公升 那个身 住减鞋的 你知道 两千多公升怎么吃 他大概 以后没有吃 就抓一个 所以让他们 上帝 这个是 小小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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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坐在他们 牙齿间 还没有决乱 想到他们 想利 上帝就 陆细就 向他们 化作 把他们 有的就被人杀掉了 所以这句话 就叫做 吉波罗 卡塔罗 就是贪恋人的 父母 这就是 他们 一直要做 好 他们就让他们 给他们去做了 这个 就在这个地方 那 圣经到这一章以后 就解说 他们继续 再往 前面 走一点 到哈时代 这边 好 进去 进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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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